我们要终于要来学习另外的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呢叫做Webpack Webpack呢是一个 怎么说呢是一个 我觉得开始有些人上手以后会觉得很乱 而且有一段时间 第一个呢大家要知道啊 和很多像Maven 像很多这个成熟的Build系 就是整个的这个环境开发环境相比啊 Webpack非常难用 跟Maven比没法比 但是来讲呢在前端这块 你又没其他东西可用 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三个字凑用 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跟其他的东西比呢 它也还算好 首先啊 我们给大家大概的去判断一个东西 就是说Webpack到底在干嘛 这里面呢我会给大家整个的一个思路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Webpack重要性吧 我们这里面介绍的是Webpack4 首先Webpack现在是避讳 为什么 因为来讲呢 就是我打一个比方啊 最早我们的这个这个前端啊 就是html 加css 加js 就这三个东西 顶多是这三个页面弄好了 就完了 大概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需要 比如需要一个jQuery库 好 考一个js文件过来 那你我再需要一个bootstrip的 再考俩文件过来 OK 完事了 我们原来学的所有的东西全都是这样的 好 那么 随着 随着整个react或者view的这块学习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说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现在接触到一个叫npm的东西 我经常会看到npm或者bower 这个东西是干嘛呢 这个是安装包 它是安装包用的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去安装一个新的这个 开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我在里面上面去装react 我并不是把一个js文件考来考去 我直接在底下是 cnpm install 然后react view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们是直接用这种安装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呢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来讲 它是包管理 你可以认为 就是有一大堆包 然后这个包呢 要么是js 要么是css 然后它被这个东西使用 因为你要知道 能在浏览器上跑起来的东西 我们说能在浏览器上跑起来的东西 只有这些东西 它一定必须是html 必须是css 必须是javascript 其他东西跑不起来 好 webpack是个啥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webpack是个啥 好 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我讲完这个比方以后 未来你会知道 整个在我们工作的代码里边 有三个空间 有三个空间 你要确定的知道 你现在工作的这个事情 是在哪个空间 在干哪段事情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第一空间 第一空间就是浏览器运行的空间 浏览器在运行的时候 必须是符合w3c的html css javascript 其他所有一概搞出来的幺蛾子 对不起跑不起来 在浏览器不认 它还不是说IE版本低的问题 连chrome都不认 很多东西连chrome都不认 它是浏览器 就是你要想让一个东西浏览器认 它必须是写成这样 看见了吗 它必须是写成这样 好像这个东西这已经很tricky了 这个东西是说 它先把它搁在这 javascript的引擎先不管它 然后这个bible启动以后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做翻译 我们刚才前两节课 我也给你们看了怎么翻译的过程 把ES6翻译成ES5 然后让它才能运行起来 明白吧 也就是说 所有其他的这些幺蛾子 都是跑不起来的 你自己要知道这么个事情 所以在第一空间 最后在浏览器上能跑的 永远是第一空间 的东西 好 安装呢叫做第二个空间 就是呢 我们原来呢 这种没有安装的概念 我需要一个库 我总得需要点什么库吧 就拷贝 这块的年代 我就直接拷贝一个 这块JS就完了 然后一引就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把它安装 安装在系统上 安装完了以后呢 去一个更复杂一点路径去引 也没复杂到多少 所以在第二空间 它是一个安装的过程 安装其实就是一个更复杂的 拷贝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在安装空间里面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来讲 这个有点打一个比方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你开始自己就 比如说你每天吃东西 你就 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你自己去市场买 买点 买点青萝卜 水萝卜 反正比如你是个素食主义者 你就直接吃就好了 因为我说你直接生吃肉 是不合适的 比如买个西红柿买个黄瓜就直接吃好了 那现在呢 比如说这个安装包的就相当于一个京东 现在你可以在手机上下单 然后给他给你送来 你不需要自己去到市场上去买了 你下完单以后呢 他直接把这个东西送到你的门口 然后你还是直接吃 理解吧 webpack相当于什么呢 他相当于一个储物子 所以在webpack出现以后 事实上出现了第三个空间 其实我你可以把它叫做webpack空间 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就是编译的一个空间 或者叫nodejs的空间 anyway 因为webpack就是跑在nodejs上的 然后他就像一个厨子 你写了一堆浏览器压根看不懂的东西 然后webpack把它编译成能看得懂的东西 发布到线上 用浏览器来看 所以现在有三个过程 就是说第一个有一个安装的过程 在安装过程以后 你会写一些浏览器压根看不懂的代码 这些代码其实来讲是 人能够更好的去看和维护这些代码 但是浏览器看不懂 浏览器看到那个更像脚本的那个感觉 而在nodejs这块看起来 或者webpack看起来 它更像是一些代码 然后这些代码在某些情况下要进行编译 编译的结果生成的结果 是浏览器空间能看得懂的 能懂吗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好像是什么呢 你不但找了个京东 从京东上下单买吃的 你还找了个厨子 就是直接拿买来的生肉生鱼 你吃不了 你消化不了 厨子给你做 把它做熟了以后你吃 打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 比方永远是不精确的 只是帮助你去理解这事 所以底下有一点 就是未来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js的代码 有些同学一定会混 有一些js代码是无法在浏览器上跑的 它只能在nodejs上跑 或者说它运行于webpack的工件 它不是运行于浏览器 也就是说它在编译期间 它充当各种工作 然后在编译结束以后 必须把编译完的结果 扔出来 那个东西才是浏览器看得懂的 这块如果 听直播的话没问题 同学 听录播的同学 如果这块没听懂 翻回去再重新听一遍 未来在讲东西的时候 整个讲webpack环境的搭建的时候 我会反复的给你们讲这是第几空间的 这是浏览第一浏览器空间的 还是第二安装空间的事情 安装空间的事情其实比较好 比较少 就是你看除了跟CMPM不搭嘎的东西以外的 跟它都没关系 然后第三空间呢 就是这个webpack的空间 当然来讲它有一些配置文件 好 那我们把这个事说清楚了